替坛年度盛会体育运动精英奖 19号举行颁奖典礼 除了肯定所有获得杰出奖的运动选手 也公布年度大奖的奖名单 举众好手郭信淳第三度拿下精英奖 最佳女运动员奖 有趣的是郭信淳既是颁奖人又是得奖人 在念出自己名字的那一刻 心情相当开心 郭信淳今年在雅典赛女子59公斤成功摘金 泰国市典赛又拿下两面金牌 改写停举和总和两项世界纪录 他一身大红造型出席颁奖典礼 展现十足夺奖自信 其实我觉得能够入围代表说 就是代表说我的成绩 其实一直在有一定的水准上 所以才能够入围 对所以其实这个奖对我来说 其实非常的特别 我觉得也是另外一方面 也是蛮重要的一个 对于这整年的比赛 不管是训练还是比赛上 都有一个目标在 体操王子李去凯 今年在拿破里士大运完成安马二连霸 压锦赛夺下全能金牌 市锦赛安马摘下银牌 表现杰出 连装最佳男运动员大奖 和郭信纯一样 李去凯也是自己颁给自己 他即使明年也能在冬奥拿下好成绩 就有机会再次获得金银奖输 但是打开那一刻 真的看到自己的时候 真的其实自己也抖了两下 但是也是很感谢 就是评审们对我的肯定 当然就是希望 未来可以把这一切 再继续延续下去到 明年的2020的冬奥这样 最佳新秀运动员奖 颁给游泳小将王冠宏 王冠宏今年表现抢眼 不只在世界青年游泳锦标赛 游出奥运A标 顺利拿下2020冬奥参赛门票 全运会也改写自己的全国记录 并在美国公开赛一举加下银牌 是台湾首位在此赛事裸牌的选手 王冠宏说 得奖对她是很大的肯定 她认为今年的表现有所突破 来自于自信心的提升 接下来的目标 是使我们年冬奥能游进决赛 最佳运动传续奖 颁给2019世界射箭锦标赛女子代表队 代表队教练林仲贤 则抱走最佳教续奖 今年府退役的前职棒选手彭正敏 获颁最佳运动精神奖 今年金益奖终身成就奖 颁给棒球绅士林华伟 最素男杨军汉 超马好手陈彦博的恩师 潘瑞根教练荣获特别奖 潘瑞根领奖时 一群子弟兵特别献花祝贺 场面微信感人 中午电台记者就像林佳佳伦 台北曾报道